賴總統我是認為他是一個 比較正派的人 雖然我們理念完全不同 所以我也我早上也有講 我不認為他會去下令主導說 要去辦誰辦誰 我認為只是他開綠燈 蔡英文任內包庇的鄭文燦七年多 到賴清德上海才開綠燈 解答官才辦 其實我覺得這是在 在解答界是一個非常 不好的風氣 你要講究 這個真正人民的利益 那請問我們剛剛提到的 超司機檔案你辦了嗎 NCC委員居民指控 就是把中天給關台的 那兩個NCC委員 居民指控說有政府在喬 媒體跟政府勾結 在喬人事跟土地開發 你辦了嗎 都沒有辦啊 那你這樣檢察官怎麼 這個北檢還有整個檢察系統 怎麼能夠扶重呢 只要你們 北檢真的開始辦 我們剛剛提到那兩個案子 一個是超司機檔案 一個是這個NCC前委員居民指控 只要你們真的辦這兩個案子 你們我就認為你們不是東廠 如果你們都不辦 只辦柯文哲 辦鄭文燦這個黨內政敵 未來可能也要辦 藍營的其他的政敵 你們就是東廠 在過程之中讓我想起的當年 馬英九的三中案跟 什麼樣子怎麼樣的被追殺 手法如出一策 然後整個這個運用媒體 去整個把你人設要打破 要把你導入說你是貪婪的青年破功 這個手法也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只是說 這個我很感嘆 因為賴清德總統 我們我也認識 賴總統我是認為他是一個 比較正派的人 雖然我們理念完全不同 所以我也 我早上也有講 我不認為他會去下令主導說 要去辦誰辦誰 我認為只是他開綠燈 因為對檢察官開綠燈 鄭文燦就是個例子 鄭文燦從這個 今天已經 爆出來這麼多事情 加上這個賴清德的態度 可以知道說 他是在蔡英文任內被包庇 蔡英文任內包庇的 鄭文燦七年多 到賴清德上來才開綠燈 檢察官才辦 所以我說只能說賴清德是 沒有阻擋檢察官辦 那檢察官 檢察系統的特性就是 長官沒有阻擋 我就拼命辦 因為辦了有業績 我都可以升官 他們也要KPI 所以柯文哲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也是如出一策 就是說既然長官都不擋 我就辦 而且辦了 這個案子辦得越大越好 我會越有可能升官 你看之前辦不辦馬英九的 全部升官 而且馬龍東全無罪 其實我覺得這是在檢察界 是一個非常不好的風氣 因為我們當然你辦案 第一個你要講究證據 第二個你要講究真正人民的利益 你說辦真正人物 你說像辦馬英九辦柯文哲 當然你也可以說這跟公益有關 可是事實上到最後馬英九都無罪 今天柯文哲也無保請回 我們剛剛提到的超司機單案你辦了嗎 NCC委員據名指控 就是把中天給關台的那兩個CC委員 據名指控說有政府在喬媒體跟政府 勾結在喬人事跟土地開發 你辦了嗎 都沒有辦啊 那你這樣檢察官怎麼 這個北檢還有整個檢察系統 怎麼能夠扶眾呢 那賴清德總統說要不分黨派 有爭氣就辦 這個話不是 你們不是在打臉賴清德總統嗎 你到底那現在超司戰 警察院都已經講了五大缺失了 你有辦嗎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旭仁兄您提到就是說 這一次北檢辦柯文哲的手法 跟當年辦馬英九追殺馬總統一樣 那當中還有一個手法叫做疲勞審訊 就是這一次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北檢審訊柯文哲一大早殺去他家 然後包括那個民眾黨黨部 還有他的辦公室一大清早的 然後呢大家SNG車都一直在撥 那最後到柯文哲無保請回 那是70多個小時 那這個整個疲勞審訊的過程 那當時這個北檢他辦馬總統的時候 是怎麼樣的一個過程 有一個很著名的新聞嘛 就是馬英九站了14個小時 連續審訊 然後那時候國民黨立委 所以賴斯堡還有公開出來批評說 第一個他是國家前援手嘛 第二個你怎麼可以用這種疲勞審訊的方式 連問他14個小時一直問 然後所以這次我看到柯文哲 大家也創紀錄了啦 三天三夜嘛 當然他中間有一些他被逮捕 然後以司法工坊 提審的一個工坊 搞了三天三夜這也算破了紀錄了 要壓一個人可以搞三天三夜 對 這個就是讓我覺得極其相似 就是說利用這種 這種所謂的這個偵訊的技巧 疲勞轟炸 馬英九那時候站了14個小時 那柯文哲審了三天三夜 所以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第三個 讓我覺得是似乘相似的地方 所以這些這個難怪現在這個北檢 檢察官這些手法這個方式 跟人家想聯想到當年的這個東廠一樣 手法一樣就是我就是壓人取公 傑克我檢察官有很多很認真 北檢有很多很正直的檢察官 我也不想一桿子打翻一船人 所以我今天對北檢檢察長喊話 對法務部長鄭部長喊話 對也對賴總統喊話 只要你們北檢真的開始辦 我們剛剛提到那兩個案子 一個是超市雞蛋案 超市案 一個是這個NCC前委員居民指控案 只要你們真的辦這兩個案子 你們我就認為你們不是東廠 如果你們都不辦 只辦柯文哲 辦鄭文燦這個黨內政敵 未來可能也要辦 那個藍營的其他的政敵 你們就是東廠 如果你不辦超市雞蛋案 跟NCC委員居民舉報 綠營政府跟綠色媒體勾結 土地開發弊案 你們就是東廠 OK 好所以就是看這個北檢你們接下來 辦不辦 照我這一個月來 北檢應該會裝聾作啞 裝聾作啞 你這個再問一下 那你怎麼看就是賴總統這一波 今天剛才不一定是他啦 但是說賴清德政府這一波就是 他講的反正司法不分顏色 反正有證據到哪就辦到哪 藍綠都有 這是我個人的判斷嘛 我認為說不是賴清德下令點名要辦誰 他是開綠燈嘛 所以才把鄭文燦押了七年多的案子 重新拿出來辦嘛 我認為他如果這樣 他是也是照這個下去的話 也是開綠燈 但是開綠燈是他開綠燈 可是民進黨內這麼多的黨政高層 都在其中運作的話 就算是他開綠燈也沒有用 有些案子是不會 不會辦上去的 就像我舉個例子 像最近在基隆市要罷免 基隆市長謝國良 大家都說是背後推手是 民進黨秘書長 前基隆市長林又昌 林又昌任內有一個 基隆的這個東岸市場的這個立案 上個禮拜才起訴了三個 基隆市的官員嘛 都是林又昌任內的 我那時候就請問你 如果以照柯文哲標準 你這個下面的人的案子 也是在市長批的嘛 你有沒有去問林又昌 一定沒有 這就是行不上常委 行不上大夫 所以我說即使這個 他射了斷點 賴新德開綠燈 這些簡單官員也不會去辦到 所有的民進黨高層 除了鄭文燦 因為他是政敵 所以其實就是 反正也是對這個北檢 旭成雄也是對北檢喊話 就是希望北檢能夠 真的去辦這些 讓國人知道你們不是東廠 你們不是鷹犬 你們是正派的檢達官 辦超司 辦這個NCC的 都有人舉報了 還不辦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